湘江女星的美早已成了一个时代的美好印记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女星无数次惹人探陷怀念 今天就给大家盘点几位曾经的TVB小花 一、郑希怡 早年间的郑希怡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富裕家庭 自小容貌娇好,长相出众的她 一直备受上天眷顾 十岁时郑希怡随父母前往香港定居 前段时间,郑希怡以一身休闲装出现在机场 身穿灰色脸体裤装,身披长发,戴白色口罩 身高一米七的的她在人群中十分夺目 如今,已经39岁的郑希怡虽然戴着口罩 精致的眉眼清晰可见 不禁让人惊呼,美貌在线 多年以来,郑希怡的时尚度一直在圈内备受赞誉 去年再度翻红的她 事业如今也进入了新阶段 2013年11月 郑希怡与化妆师梁雪楚初进入了婚姻殿堂 婚后,梁雪楚为郑希怡撑起了一片天 还将她宠成了小公主 在梁雪楚的心中 郑希怡就是她的女王,无可替代 2021年,郑希怡凭借综艺节目再度翻红 郑希怡在节目中率真的性格和洒脱的形象 获得了无数路人粉的追捧 2.李施化 前不久是TVB离朝花旦李施化的41岁生日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很多网友都以为她会趁机放闪 晒出与圈外未婚夫车重建的合照 但向来低调的李施化并没有如网友所愿 反而只是默默地撒了一把狗粮 众所周知 李施化在大台也曾打拼了近20年 当年港姐出身的她与TVB签约 之后有不少参与剧集演出的机会 一开始她虽然不受捧 剧集中都是以配角的身份出现 可是由于长相出众 李施化的观众员一直不错 不管是天涯狭衣还是肥田喜事 并非科班表演出身的李施化 都带给观众不少惊喜 后来随着大台花旦的香继出走 李施化也算是熬出了头 她开始有单主角的机会 与世帝马国明的多次合作 不但让两人越来越默契 就连他们的CP粉群体也在日益壮大 马国明和李施化这对荧幕情侣 可以说深入人心 很多观众甚至在戏外 都喊话让他们在一起 而马国明也曾在某次活动中表示 如果再过几年 两人都未娶、未嫁 就真的可以考虑追求女方 虽然当时李施化也在现场 可他却当时玩笑一笑直直 由此看来 两人在戏外只有做朋友的缘分 如今马国明身边 已经有了女友汤诺文 而李施化也已经和圈外男友订婚 虽然很多CP粉表示意难平 但仍选择祝福他们 三、陈伟 陈伟很多人都不太了解 作为曾经的亚氏一姐 出演过多部经典影视剧 其中就由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系列 而他的感情经历 也是蛮曲折的 在2008年 嫁给了台湾富豪颜志行 随后离婚 现在又二婚 嫁给了医生陈国强 据悉 两人已经交往了有三年之久 只不过是到了2021年11月 陈国强才向陈伟求婚成功 两人本应该很快地领证结为夫妇 但是就在这个时间段内 出现了偏差 女方的父亲不幸离世 导致他们的下一步计划一直推迟 直到很久之后 才传来两人领证的消息 看来陈伟已经从父亲去世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开始迎接新的生活 据港媒报道称 TVB女星陈伟与小五岁的圈外男友陈国强 于7月1日正式注册结婚 这也是陈伟的第二次婚姻 对于此次结婚的消息 陈伟也是大方帝公开了目前藏无半婚宴的明确计划 看来两人的结婚仪式还要稍微地往后拖一拖了 4.康华 康华于1994年参加港姐竞选后进入演艺圈发展 顺利开启了演员生涯 他多在影视剧中饰演美艳动人的女配角色 因此也被大家称为金牌绿叶 近日 康华在某短视频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他发现手机突然黑屏了 正感觉奇怪时身边的男子拿着充电宝给他的手机充电 他才恍然手机的状况是没电所致 虽然今年50岁的康华出境时面部露出了一定的岁月痕迹 但他的身材管理还是很不错的 虽然康华已经度过知命之年 一直保持着单身的身份 关于感情方面也迟迟未传出消息 不过身边好友都会积极给康华介绍对象 但他却无心拍拖 据港媒报道 其原因是家中父母需要他照顾 5.袁洁怡 近日 现年49岁的TVB女星袁洁怡被网友拍到现身在内地的一个商演现场 从短片中来看 可以看到 虽然袁洁怡年纪不小了 不过她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 与以前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虽然说在身材方面和年轻时相比还是有些区别的 不过她如今的身材在这个年纪也算是保持得很不错的了 演艺事业上 虽然袁洁怡没有说是大红大紫 但这么多年来也算是累积了一定的知名度 不过在感情生活上 袁洁怡就显得有些坎坷了 因为袁洁怡与丈夫结婚多年 袁洁怡已经失去了三次孩子 在第一次袁洁怡发现自己已经怀孕的时候 是在二人结婚之前 但可惜的是在二人排期结婚时 在产检的时候 她就发现腹中的胎儿已经没有了心跳 而在袁洁怡接受了第一次手术之后 她在后来的两次怀孕中也都失败了 所以二人都对此备受打击 这些年她和丈夫一直在寻求生子的偏方 但始终没有听到他们的好消息 但相信只要二人不放弃的话 总是会有办法的 也是希望二人最后可以如愿 6.郭县妮 2011年10月 港姐郭县妮倒贴500万下架农村小伙朱少杰 婚后 郭县妮自掏腰包给农村公婆买房 给老公买车 添置一切物品 很多人都夸郭县妮是清流 不嫁富商嫁穷小子 而且还给婆家补贴这么多钱 然而 谁也没想到 如此贤惠的郭县妮 在年轻的时候 可是恶名昭彰的小三专业户 经常持量行凶 郭县妮曾是TVB最利捧的女星之一 她的美貌不输李嘉欣 是继李嘉欣之后的最美港姐 同时也是港圈贵妇心中最危险的假想敌 她靠美色征服了12个男人 历经沧桑后 收心养性 转身嫁给了老实人朱少杰 婚后夫妻俩因为工作经常不在一起 朱少杰在家的时间不多 郭县妮为了女儿成长付出很多 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出来工作 专心教育女儿 7.王军心 最近 前TVB小花王军心因参加内地舞蹈比赛 被港媒争相报道 原来 已经不在TVB工作的王军心 参加了内地一档舞蹈比赛 节目有几千人参加选拔 最后只精选了60位 王军心便是60人中的艺人 能够在几千人中脱颖而出 她觉得既紧张又兴奋 因为她之前的职业都是演员 现在能和一帮热爱舞蹈的女孩 一起练习 研究 切磋 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她从零开始去了解和揣摩 让她重新认识舞蹈 重新让身体去适应不同的舞异 不过目前她已经35岁 是节目中年龄最大的选手 也是唯一一个年过30的选手了 8.黎姿 前不久 不老女神黎姿 在社交平台上 更新了一组照片 庆祝自己50岁的生日 照片中 黎姿身穿橙色长裙 脸上画着淡妆 气质出众 她的父亲母亲满脸笑容地坐在旁边 并为黎姿送上祝福 众所周知 黎姿小时候家境贫寒 为了养家 她早早就进入演艺圈 演艺事业可谓是一帆风顺 2007年 黎姿的弟弟不幸车祸 为了照顾弟弟 黎姿抛下娱乐圈的一切 在人生最困难时期 只有富豪马亭强陪伴在他身边 为他处理各种事情 也正是这份不离不弃 让黎姿认定了这个大自己15岁的男人 2009年 黎姿宣布与马亭强注册结婚 两人在婚后生下了三个女儿 一家五口的生活非常幸福 9.袁杰盈 袁杰盈年轻时曾是香港娱乐圈的知名小花之一 她凭借黄板明监制的喜剧电影 《开心鬼暑假》出道 此后演艺道路顺风顺水 除了性格大胆之外 袁杰盈的感情经历也相当坎坷 她与郭富城三次合作 出演《荧幕情侣》 戏外渐渐擦出火花 本以为是金童玉女天造地设的一对 但两人的绯闻传出后却遭到郭富城粉丝的极力反对 不过双方当事人始终都没有正面回应过 与郭富城的绯闻无疾而终之后 袁杰盈又与香港富商刘鸾雄有过一段感情 刘鸾雄外号女星收割机 与娱乐圈许多知名女星有过纠葛 追求过李嘉欣、关芝林等等 袁杰盈与这样的花花公子自然不可能长久 最终两人也一拍而散 此后袁杰盈便渐渐淡出了娱乐圈 很少再有主演的作品面试 偶尔在影视剧中客串一下 戏份并不多 这让不少影迷感到遗憾 而已经年过半百的她至今未婚 也鲜少再有感情方面的新闻传出 十、蔡少芬 很多香港女星年轻的时候有颜值 又有演技 是现在的网红莲所不能比拟的 说到港星 大家想到的就是蔡少芬 在没有美颜的年代都能脱颖而出 蔡少芬童年时的经历 可以用悲惨来形容 这一切还要归功于她的妈妈 为了给妈妈还债 她不惜插足别人的婚姻 做第三者 痛定思痛的蔡少芬 决定彻底与母亲断绝关系 同时 她也结束了与刘鸾雄六年的亲密关系 2003年 她和张晋因为一起拍摄水月洞天认识 没过多久 两人就确认了恋爱关系 并与五年后结婚 婚后 她为张晋生下三个孩子 一度成为娱乐圈的模范夫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